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十二品 光明变照第十二 前面有一个介绍 前就是第十一品 过节眼镜品 行一报庄严 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我们想去 对这个地方不能不知道 今第十二 于第十三 这年品 第十三是受众无量 光明变照 无量光无量寿 这年品呢 行正报庄严 这个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事环境 前面所介绍的是物质环境 这个就是介绍人事环境 光明变照 是身边设法 光能照到的地方 佛就能真正现身 那佛光无所不照 无始不照 遍照法界 虚空界 那我们就知道 弥陀甚中 实际上 在虚空法界 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 都能信身 信什么样的身 随众身心 相观十英菩萨 三十二印 佛菩萨 随现身 决定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我们要知道 他如果起心动念 他就是凡夫了 他就堕落了 只有凡夫才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设法界里面的 设法界里面的福 为什么天台大四 不承认它是真福 称它为相似即福 很像佛 不是佛 为什么呢 他起心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起心动念就是无名 不起心不动念 就是无名破了 没有无名 用真心 无名是妄性 也叫阿赖耶 设法界里面的福 用阿赖耶 不是真心 不是真如 不是自信 最相似即福 那无名破了 用真心 那真福了 这不是家福了 所以 趁它做分真皆福 它是真福 但它不圆满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圆满是什么 习气欲端 那经论上 有时候成的福 有时候成的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是分真福 不圆满是什么